因為我們人多的話 那我看很多人可能真的是 也蠻辛苦的啦 蛤 很辛苦 因為 上課 上課本來讀書就很艱苦的 這個記得小時候 我不知道 我的小時候那個人是怎樣 那個藩鑽用的布袋戲 就流行的嘛 小時候 小時候都看布袋戲啊 我印象中那個布袋戲 每一千人出來都有一個什麼 都有一個定位 定位就說 有一個那個 那個是一個不好的 不好的 那些 有一句話就說 出來說什麼 白爪白泡泡啦 鴨筆 他做啦 讀書這麼艱苦 做冬好一頭 這個以前那個什麼 那個小時候 黃駿雄的布袋戲 他就講說 他就很艱苦 蛤 對啊 他說 他以前就是把這個寫說 這個就是不寫無數的那些 當公務員的就是這樣子 就很混這樣子 不過這些 這一起來 這個以前 這個鄉下 或者是很多 就透過這個 好 我們後面的 後面的學長就 稍微請 儘快的就座這樣 所以敬禮武大家 這夏天 這個尤其是中午的時候 上課 還真的蠻很辛苦的 這 不好意思 這個 有時候講話 來這裡 有大家講一些台語 不曉得大家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如果說有 有聽不懂我可以全部都講華語 如果說沒有 講一些台語 這也是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很多人 閩南議 說這個台語 都不會說 尤其 尤其現在很多 那些年輕人 那個台語 你聽起來 你會覺得很趣 有一個網路的笑話 他說 有一個那個什麼 那個空中小姐 那個飛機 飛機通常要降落的時候 通常是不是都有一個廣播稿 那個廣播稿的原文是這樣子 各位 就是有一台飛機 剛好那一天都載的 都是阿公阿婆的旅行團 飛機要著陸之前來講 空中小姐要有一個廣播稿 廣播稿的原稿是這樣子 各位阿公阿婆 我們的目的地到了 那請準備好你的行李 我們要著陸了 那等一下大家就慢慢走 我會在門口跟你們說拜拜 這是國異的廣播稿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但是他不是國異講完 還要再翻譯一邊說台語 台語 台語他就要說起來 變成這樣 鼻子黏著這樣 各位公媽 我們的問題要搞了 請準備好你的行李 對 我們就要入圖了 你現在的媽媽走 我的在門口跟你們拜拜 這個就是現在的台語的表達能力 你看一句好好話 我會一講起來就必做 就很好笑這樣子 好沒有 只是我剛才看好像很多人都快睡著講一個笑話這樣子 這個我想 我相信我們大家應該是不會這樣 這應該是笑話 如果說真的空中小姐是這樣廣播的話 我看這間航空公司大概會被人家罵死 罵死 罵死的話 就說 我們鎮鎮 以前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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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 他就買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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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 要怎麼補 咖就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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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咖咖的 要怎麼補 車長就跟他講 阿伯 補票不是把空還補起來 他說 補票是說 因為你這台車票的費車要塞比較慢的 但是我們這台車 塞比較快 所以要補錢 他說 沒啦 不然你就叫那四季塞比較慢的 我也沒關時間 叫那四季塞比較慢的 我也沒關時間 叫那四季塞比較慢的 車長就跟車長說 不行啊 這車也不可以 一定要補錢 他說 欸 真奇怪耶 你們家 我在我們家 騎桌子 騎得比較快 你也要叫我補錢 坐車 叫那四季塞比較慢也要補錢 你這到底什麼政府 投票政府是喔 好 那個笑一下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好 那我們就繼續再上我們的課喔 我們再來向我們的課這樣 好 我們有點趕時間 我乾脆我把這個 我們接著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有關 我們預算編制常見的一些書詩啊 這講起來 站在審查者的立場是說 不然你們編的是一些書詩啊 不然要編的人是調過他們的美國啊 我們有點趕時間 我把這個全部都 我列出來的有幾項喔 我全部把它打這就不要一項 這樣比較節省時間喔 那預算編制常見的書詩喔 有什麼看的就說 有這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 預算編制沒有配合全國的總資源的供需模式啊 我們知道說你的預算編制很有可能怎麼樣子 你就按照你的什麼沒有配合你的政府總資源 我們知道說像馬總統跟我們講他的競選什麼 633有沒有 633是什麼 我們的經濟成長力要6%對不對 但是馬總統從他上任以後 我們國家經濟什麼時候有6%過 都沒有 但是如果說沒有的話 如果說這個是一個真的政見的話 其實你的預算要不要根據GDP成長力6%來編 要啊 但是問題你如果根據那個來編的話 你實際上我們從來沒有什麼 沒有6% 那個預算會不會有很嚴重的錯誤 會啊 所以說你有沒有要看 就是說這個有沒有按照總資源的供應 這有很多立法院就可以來疊了 你到底馬總統的政見到底是說真的還說假的 他如果說說是假的 那就是沒有的 那就是他當時的政見購買話 如果說他這個是要誤實的 這真的是那個按照那個6%來編的話 那我們說那你是不是你這個預算數都可以不用看了 因為根本就是基本的假設都是錯誤的嘛 所以說第一個就是說他沒有按照沒有配合國家的這些經濟模式 第二個來說就是說稅入低估造成國家資源協助扭曲這個公債政策 我們知道說這個前幾個禮拜吧 應該是上個月吧 我們應該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們的報紙我們還看到我們的財政部在講說 我們今年度的贏所稅的話超收了多少 好像聽起來是不是很高興的事 其實你真的跟他講這個我們的稅收超收 這個有沒有值得高興的地方 稅收的會超收的話大概有兩種狀況 一種就是說我們今年度我們國家的經濟 真的比疫期中好很多 那事實上我們的經濟高有沒有比較好 沒有沒有比較好 那另外一個可能就是什麼 就是當時你編的時候就是低估了嘛 那政府會不會想要低估 會 他收入低估的話他是比較容易達成 然後再跟你講說我們超收的話 那一般人一般人會有個錯誤的印象 如果在我們個人的我如果說我個人或我家裡來講 我有一筆的額外的這個收入的話 是不是很高興 比如說我沒有預期中我會中樂透 如果今年我突然中了樂透一百萬一千萬 高不高興 很高興 但是問題是這個是我們個人財務或者是家庭財務 你有超收的話是很值得高興 但是在政府的話你超收的話 那可能就沒有不值得高興 那代表什麼當時你就低估嘛 那低估的結果是什麼樣 一個就是說你的你的預算 你的比較績效容易達成 第二個來說 就是說你這個低估的結果會造成功 你的資金來源你的債務政策的話會怎麼樣 會受到扭曲嘛 我們只要說政府的錢來講 我們剛才有講量出為入 如果你的你的支出是固定 你一定要去想辦法找錢 我們知道說政府找錢錢不夠 有幾個來源 政府找錢是政府的錢從哪裡來 第一個是稅收嘛 對不對 第二個是什麼 舉債嘛 舉債包括是向人家借 或者是發行鈔票這些都舉債 第三個是什麼 變賣財產嘛 對不對 那這三個來源裡面哪一個是最好 徵稅的話其實是政府是最負責任 但是也最容易被人名罵 因為什麼 因為今天如果要給大家加稅 加稅的話是由誰負擔 由這一代的人來負擔 今天要叫我繳稅我會不會痛 我會痛 當然我就會罵我就會吵對不對 是不是政府要加稅是最罵 那如果說是他舉債呢 舉債的話他是由誰負擔 由下一代的人負擔 下一代的人會不會講話 還不會講話 對不對 所以說政府用舉債的話 他比較不會被罵 那如果說變賣國有財產呢 那是由上一代的人負擔 那上一代的人在不在也不會罵 所以說政府的話 他的財務來源有三個 那政府的話比較負責任其實是什麼 是加稅是什麼 是比較負責任的 但是一般人來講可能會比較 沒辦法接受這個加稅 甚至有很多民意代表 很多立法委員他都講說 我反對加稅 我不贊成 絕對不讓政府加稅 這個其實如果我們仔細想 他這個主張對不對 不對啊 你不讓政府加稅 其實你應該是不讓政府浪費才對 你如果說讓政府還是浪費 或錢還是亂花 但是你不讓他加稅 那他就是什麼去舉債 或者是去什麼去變賣財產 那其實那是更後果更不好 所以說我們知道說政府 如果說稅入低估的話 我們知道說他這一個 會造成是說什麼 國家的資源的嫌 本來不用舉債的 他就是去舉債了 現在超收了 那搞不好財政部有很多人 就說他要技工要續講 其實那個該不該技工續講 就不應該喔 那第三個是 稅初結構無法均能發展各項正式 這個稅初的結構可能 因為我們知道說 在一定的種資源之下 你如果說沒有辦法均能 會不會有產生這些排擠的效用 這個 現在比較沒有以前 差不多20年前 甚至30年前我們整個台灣來講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的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作為一個 反攻復興的基地 我們要反攻大陸 對不起如果在座 有時候年紀差不多跟我比較 差不多或比較大一點 還記得那時候每天當兵的時候 我們要反攻大陸恢復中華什麼 是每天早晚點 現在想起來說我們那時候在幹嘛 對不對 有沒有覺得是很 有時候我在想想說 我跟共產黨有沒有關係 我是四年級的 我這輩子我以前我從小出生 我沒有見過共匪 那我當兵的時候他們就叫 告訴我說我們要反攻大陸 要仇匪恨匪 我們就跟著喊說 這個可惡萬惡的共匪 但是到現在來我發現說 以前在叫我們要仇匪恨匪的那些 那些將軍們 現在他們怎麼都住在大陸去 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那我想說那我 那我們到底是幹嘛 我本來我覺得我跟共產 共匪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共匪 對不對 我小時候我去哪邊見到共匪 我到當兵的時候 他們就一直告訴我說 我們要反攻大陸 這可惡萬惡的共匪 我們要怎麼樣 又過了二十年 然後我覺得說 那以前真的 叫我們要討厭共匪 那些人怎麼跟共匪都走在一起啊 那這個以前來講 我們台灣整個的 有差不多都有三分之一的預算 都用在哪裡 用在國防啊 對不對 那國防的話 他就會 沒有辦法均衡發展到各種 你全部都用到國防去了以後 所以相對的 我們有很多的這些基礎建設 或者是這些相對的就沒有了 所以說這個我們可能也是要注意 預算編制常見的 那第四個就是說 其實應該也是有他的一個時代背景啊 既然以前是我們的整個國家的總目標 是要緩攻大陸 所以我們要是不是要集中所有的財力物力 所以我們就採取什麼 財政收支好 就採用中央的財政結構 那影響地方的自治的發展 所以我們 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整個的政府預算 有很多都集中在哪裡 中央政府 那其實我們有很多地方的話 鄉鎮 像我們比較南部的鄉鎮 有時候一年的預算 不到十億啊 那你想想不到十億的話 一個鄉 你能夠做什麼事啊 十億裡面 你扣掉一些基本的人士 你真正能夠做 能夠做的事情 只有三五億而已 那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中央集結構 會造成什麼 中央跟地方的不平衡啊 那中央跟地方的不平衡的話 就是我們現在有很多的很多的錢 這個尤其像上個月的那個什麼高雄氣爆 有很多也討論到這一塊啊 高雄有很多的煉油廠有很多的什麼 那些生產都在高雄 但是他們繳的稅繳在哪裡 繳在台北啊對不對 所以稅收在台北 台北很久以前 但是高雄的話都是什麼 有很多的空氣污染啊 是不是這樣 所以說中央跟地方就會有 那再來的話還有一個什麼 地方跟地方的不平衡啊 地方跟地方不平衡 以前是直轄市跟縣市之間的不平衡 那現在可能漸漸的也要注意一個就是 現在是有五都對不對 今年年底又再加一個桃園六都以後 那就變成六都跟灰六都之間的不平衡 這些的話都是我們在看預算的時候 我們要來看它的那個 那第五個來講就是科目編制的不當啊 隱藏性的預算很嚴重啊 這個科目的編制不當的話 隱藏性的這個 這個 這個會計來講啊 這個 人家有講講說 你問一個科學家 一加一等於多少 他會回答你 一點九九正乎多少誤差 聽起來覺得怎麼樣 很精確對不對 你如果問一個哲學家 一加一等於多少 他會跟你講講 一加一等陰陽 那講他 講一套你聽都聽不懂的什麼 好的東西啊 他不知道在說什麼 那你如果問一個會計人員 你說問一加一等於多少 他會怎麼樣 他會瞇 第二啊 沒有 他會瞇著眼睛笑著問你說 你希望的多少 我就給你多少 會不會 對 聽起來好像好像跟 跟會計講 講的 講的一加一 應該 會計應該是很精確 事實上 是不是 沒有 因為會計裡面有很多的什麼 他可以怎麼樣 他可以說你要你要多少 我就給你數字多少 這個 很多的科目不當 這個像 我們就舉例來講 像剛才我們講講說 以前不是大家都一直在罵說 這個國防部的 國防的預算太高對不對 那排擠我們的教育什麼 排擠很多 後來他們就改善 那你知道他們改善 他們怎麼改善 他們就把那個什麼 我們知道陸海空三軍官校 我們一般的會政策說 陸海空三軍官校這種協校的性質 是屬於什麼 是不是屬於軍事宴校 是不是應該是培養國軍幹部的 是不是應該屬於國防支出 對不對 他就跟你講講 沒有 三軍官校的話 他也是協校 所以三軍官校的經費 他把它編在教育部裡面 所以國防的預算就沒有這一筆 但是教育的增增加 那這樣子 有沒有道理 沒道理 但是怎麼樣子 是不是一種隱藏性預算 他錢就開始把它這樣篩 那這個 以前軍裝還有什麼 那個義工隊 什麼什麼 那個什麼很多的那些 他認為說 這是跟文藝活動有關 他把它編在什麼 文化部的預算 他就是可以把它這樣什麼 科目的 所以有沒有說 一加一等於多少 他真的是說 你要多少我都可以給你多少 但是這個是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就要注意這個 剛才我們這個同學講說 一加一等於二 這個 學會計的人來講 我昨天去參加一個結婚的 一個小孩子結婚 他們在我上去講幾句話 我就講這樣 我講說 因為學會計的人會比較死腦筋 都會認為說 數字一加一等於二 而且什麼一定要借待平衡 借待相等 我一直在想說 是不是所有的 都是一定一加一等於二 我說不是喔 像結婚的話 是不是一加一等於二 不是 結婚的話 絕對不是只有一個男生 跟一個女生 是應該是什麼 一個家族跟一個家族 你一結婚以後 你是不是你親戚 同學朋友是馬上 那是不是大於二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什麼樣 一加一 男生跟女生一結婚以後 通常我們接著 是不是會祝福他們什麼 早生跪子 對不對 那早生跪子的話 那一加一就變成三了 生一個就變成三 那生兩個就變成什麼 變成四 那生三個就變成五 那我就跟他們講說 那到底要生 要一加一變成多少 那就要看他們兩個年輕的 怎麼努力啊 他們如果越努力 可能這個變的就越多一點 這個題外話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說 檢討政府組織再造的 預算執行方案 這個是去年的話 我們政府有進行這個組織再造 組織再造 組織再造的話 我們一般來講 在檢討組織再造 應該有兩個績效 一個就是人有沒有減少 另外一個就是錢有沒有減少 那我們知道說組織再造的話 其實我們的人來講 並沒有減少 我們編制的這些公務員 或許少了 但是我們很多單位增加了很多什麼 約聘僱人員 那我們很多派遣人員 公家單位很多派遣人員 所以這個人大概效果沒有 那可能就是我們要再看的就是說 那你組織再造以後 你的經費有沒有減少 如果沒有減少的話 這種組織再造 我們就來看他的成效 就跟他說 他是不好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這種補辦的補助費用浮爛 他們是廣結人脈 還是尋求政策 還是說 撐當場面的問題 我們知道政府有很多的這些補助 或偽辦的案件 那這個的話 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就要注意說 這個到底是 是不是真的有效啊 這個我們知道說 有很多很多縣市長的話 你給他這個經費補助 那他都給誰 給他的樁腳啊 對不對 你是選舉的時候支持我的人 那我就是補助款就給你 那其實這樣有沒有意義 這樣子可能我們在這個審查的時候 我們就要注意到說 這一個這個錢的話 是不是 是不是有這個必要性這樣子 然後尤其是像 這個立法院上個會期 最後一個案子是什麼 是這政府的治水方案 這個六百億的治水方案 這個不管是哪一個黨 沒有人敢擋啊 沒有人敢擋啊 但是 這個好幾百億的錢 就這樣子過 但是 是不是真的就 就好呢 因為怎樣 這種治水的方案 你如果說 哪一個政黨 或哪一個立法院 你給他反對的話 你要哪一天 如果真的做大水 或淹死人或什麼 會不會被罵 會啊 所以大概沒有人會擋 但是有時候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個如果說 只是因為怕被人家罵 那我都不擋 其實 我們 因為我們這次的治水方案 是第二級 你給他看上一期的治水方案 其實有些錢是拿去做什麼 其實是很浪費啊 他可能就是拿的是 到到縣市議會裡面來講 他們可能 比較揮法的是說怎麼樣 他們就是 給他特定的對象 就給他的樁腳 尋找他的這些 這個有沒有治水的功能 這沒有 那如果說是 不是說這樣子的話 有很多 這個都有很多數字 有很多 很多 很多地方政府的話 他拿到這筆錢是什麼 他是拿去做這個什麼 警官工程啊 其實我們 我們不是反對說 你不可以做警官工程 而是應該怎麼樣 你要做警官工程 你應該是另外在編預算對不對 這個是要做防洪治水的 你應該是去築體育房 或做水壩 你用警官工程 你在那邊蓋糧亭 或做步道 這個能夠防洪嗎 所以說像這種的話 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審查的時候 要注意說 這些錢的話 他們是不是真的有用到 該用的地方啊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說考察 或者是會議等 等這些費用 是不是有必要 是不是合理啊 因為有很多 很多的這些考察費用 或者是這些出國這些 太過於浮爛 這個都 我們都可以給他注意啊 這個不好意思 我不曉得我們這邊 有沒有有沒有台東來的啊 這個台東 以前曾經委員會縣長 有沒有 大颱風天他還什麼 還出國去考察 因為那個什麼 有個女性的一個縣長 其實這樣子 這樣子好嗎 現在很多很多人在講 就講說 像台東 台東是我們整個大部分 台風來的第一個 都是從台東花蓮這邊 東岸這邊 那後來 他就是因為台風來 他還在國外考察 後來人家去給他考察說 他一年出國的次數是怎麼樣 幾乎有快一半的時間 是在國外的什麼 考察 那這樣子來講就是說 像這種 就是你預算來講 會不會太過於浮爛 有沒有必要性 這個 我相信說 這個只是 我們想到 他是後來被發現 被炒熱 其實這個現象 可能很多單位都有啊 那第九個就是 各機關或所長的小金庫林立 小金庫是什麼 他這個預算 我們剛才一開始就講講說 政府的話是公共理財 你用的都是大家的錢 所以本來來講就是 你所有的錢 你要經過什麼 預算的監督對不對 那有很多的機關 或很多的首長 他就什麼 他要留下一些私房錢 他就不要收 那這個錢的話 很多這種林立的話 這個我們可能也要注意啊 這個 那個 像 像 我們剛才在講故宮啊 故宮 那個在士林那邊 外雙溪那個故宮來講 他們 他們有賣那些什麼 那些 那個 比如說像翠衣白菜 什麼那個 那個 那個一個的話 好像一千塊 還一千二啊 但是你看那個 那個 一個賣一千多塊 一千塊左右 但是他那個成本 一個要多少錢 要不要五百塊 搞不好 這要兩三百塊就好了 你看那個利潤多高 那你現在的話 那一天 中國客人 那麼 路客那麼多 那一天賣多少 但是你知道說 像 這一個 他們賣這些 那些 藝術品 這些啊 這些 他們是 是不是他們單位在賣 不是 他們是用一個 什麼 消費合作社在賣 那我們 消費合作社 我們一般想像中 像 學校的消費合作社 一般大部分的 是不是就 規模應該是不是 就像一個7-11 這樣子而已 但是你想故宮那個什麼 他那個藝品部啊 那個搞不好 那個一年的營業額 或者是賺的錢 會多少錢 那可能是一個天文數字喔 但是怎麼樣 他就是 用 變成是一個什麼 故宮他的一個小金庫啊 類似像這樣子的話 就會有很多啊 那第十個就是 最佳預算 特別預算常態化 這個也是我們 預算審查 要去注意 有很多單位的話 他就是什麼 把最佳預算 把特別預算 就變成 照理講 我們這些最佳預算 或特別預算 應該是不是要有幾個性質 第一個是不是要 要急迫性或者是突發性 或者是 重要性的 才用追加預算 或者特別預算嘛 這個 比如說像以前 我們發生 921大地震 對不對 921大地震 之前誰都不知道會發生 那一發生了以後 我們是不是有很多錢要用 很多事情要救災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來動用這些 特別預算 或者是追加預算 合不合理 合理 但是現在有很多單位 也沒有什麼特別事 他就每年都是什麼 都辦追加預算 辦這個 那就變追加預算 這個特別預算 常態化 他常態化 這個對不對 不對 對我們就是要給他注意 而且追加預算 常態化 除了不對以外 更重要的是說 他可能這中間會有隱藏很多的弊端 這個很多的弊端他會怎麼樣 他用小案包大案 這個他可能在年度預算的時候 他可能就編一個很少的金額 比如說編個五千萬一億 而且這個你怎麼看的話 這個都合理 真的你 好吧 那你這個 這個小金額的話 你同意做了以後 他接著就給你追加預算 要10億 那怎麼樣 你頭就洗下去了 不然要怎麼樣 你如果說 10億不給他 那你前面那個投入的那些錢 就怎麼樣 就浪費掉了 對不對 這個的話 就有很多的弊端 就是由這樣子來產生 所以說這個也是我們說 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們預算編制 常見的這些書師 我剛才有講 這書師或許是 站在我們審查者 那你覺得說 他這書師 搞不好這是什麼 他這編制者 他也沒調過怎麼編的 奇怪怎麼按不下去 OK 好 那我們也講了這些書師 我們接著再來看一下說 這個 利晚安審查的實務 那我們把一些實務上看到的這些 也跟大家做一個不好 第一個就是說 利晚安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的法言依據 審查期間 我們一下一看 我們一下一看 那審查的 那個你預算審查 預算審查的話 一般有人 我們會有個印象 以為立法言的權力很大 你要怎麼樣子 隨便查都可以 預算審查等於是亂查 不是其實 預算審查的話 你還是要什麼 有法言依據 那主要的法言依據有兩個 一個是什麼 預算法 一個是什麼 中央政府總預算審查程序 一個是實質的內容 一個是他的程序部分 那審查的期間 預算審查 立法院 我們要知道說 立法院不是天天在開會 立法院一年總共有什麼 有兩個會期 每一年度的 第一個會期是每年的2月1號開始 第二個會期是從什麼 每年的9月1號開始 所以現在明天開始 後天開始就是另外一個 新的會期開始 立法院一年只有兩個會期 那第一個會期來講 通常都是重點以審查什麼 法案為主 那第二個會期來講 是審查下一年度的預算案 所以預算的審查來講 通常都是在立法院9月份 這個會期開始 那這個審查期間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什麼 我們有講說 預算當時 我們有講一個是公務單位 一個是什麼 基金單位對不對 那公務單位跟基金單位來講 通常我們的審查會是先審查什麼 公務單位 因為公務單位你如果說 沒有在這個年度結束之前 給它審查通過 它明年度的預算 它就不能用 是不是整個的公務就怎麼樣 就要停擺了 那這個什麼 作業基金的話 你如果說來不及審查的話 它可以先做事後再補作 所以我們一般審查 可以再分成這兩個 那通常審查會在什麼 會期的中後段 因為像第二會 九月份開始 後天才開始這個會 但是這幾天 各行政黨員查法 預算書送到各個委員這裡 那不是他今天送到 明天就可以開始審查 立法委員要不要看 要看 所以會到會期的中後段 財管 那你可以看 這幾天開始收到 會收到預算書的話 可能報紙上會有很多的委員 就開始在講說 這個預算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這些的話 除了爭取媒體曝光 跟給行政單位 預告審查項目 基本上對行政單位 沒有任何耶穌力 或實質影響力 真正的審查要到什麼 可能要到10月11月以後 才會進行審查這樣 那審查怎麼審查 我們一般立法委員在審查的話 我們的審查種類大概有兩種 一種是什麼 策略性的審查 一種是專業性的審查 策略性的審查是什麼 是以政治性的考量為主 這個就是以政治性的考量 這個比如說像我們台聯黨 我們台聯黨的話 我們團隊這個中國的併吞台灣 那所以在這個兩岸上 我們可能會 我們可不可能把這個什麼 把陸委會的兩岸的宣導會用 我們就把它砍掉 那你問說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這個就是什麼 表達我們政黨的什麼 政治立場 像這種的話 我這只是舉例啊 這種的話就是政治性的考量 這種是策略性的審查 另外一種就是什麼 專業性的審查 它是以什麼 以會計審法規 或審查查核技術為主 那這種的話就比較有專業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那 預算審查的單位跟它的重點 預算審查 我們通常 我們一直在講說 預算要經過立法審查 其實立法院的審查 立法院誰來審查 通常有幾個單位 一個是什麼 立法院本身有個預算中心 那這個預算中心來講是一個 它裡面的人都是公務員 是立法院來講 他們是一個公務員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黨團 另外一個就是立法委員 這三個都可以來審查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預算中心的話 它是一個 它是隸屬 一個立法院裡面的一個 正式的組織 那它裡面的成員都是什麼 都是公務員 所以它的審查呢 會比較強調中性審查 它比較不會偏向說 這是國民黨或民進黨 或台南黨 所以它的政治性較低 那它常見的審查意見是什麼 會比如說像這些什麼影印 單位的影印機太多 約聘僱人員太高 財務結構不良 這些都是什麼 這些的話都是 很多都是結構性的問題 那你如果說提出這些問題的話 行政單位很容易解釋 比如說你說 約聘僱人員太多 它就可以講說 我這是配合行政院的部分人力 欲缺不補的政策產生 所以這種問題每年 發生的比例很高啊 那這種題目的話 預算中心每年 他們會立的出來 每一年會立出來 很多這些題庫啊 這些題庫的話 就是因為 都是一些比如說 幻幻之談 那其實這些題目的話 有沒有用 這些題目只適合給 有些立法委員 說實在的 我們立法委員也是良悠不行 有的立法委員是很用功啊 有的立法委員說實在的 真的也沒有做功課啊 那如果他沒有做功課的時候 但也沒有適當題材的時候 那他可以去什麼 去把這預算中心的問題 拿出來問啊 因為立法委員 可不可以說 你去執行的時候 你都沒有意見 都不行啊 你也要有問題 你自己就沒有做功課 那一個方法 你就是去預算中心 把這些拿出來問啊 那這些使用的話 對政黨或委員個人的形象 加分並不大啦 你去問這個 比如說問這個 這個某一個部會說 你為什麼你業務人員 教育部為什麼你業務人員 教育部長就跟你 我們因為業務需要怎麼樣 跟你講個半天 但是有沒有用 那純粹只有 讓你委員留下個發言紀錄而已啊 那第二個執行的單位就是什麼 立法院的黨團啊 那立法院的黨團 通常都是以什麼樣 以黨的立場 來檢視執政黨的施政報告啊 就整案進行審查啦 例如我們台聯的環電 馬政府的親中證書 我可就立法院議書 是否編了太多的宣傳 我們就把它刪除 那美牛進口案 雖然後來執政黨還是把它通過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說 案子你過了你讓美牛進 但是我可不可以把你 你要進口美牛 要不要預算 要不要經費 要 那我就把你的經費再刪除掉 那刪除掉的話 讓它沒有辦法來推行 那當然執政黨還是要再把它推翻 還是要讓它給它起來 但是最少可不可以另屁戰場 那在表決的時候我輸你 那在預算的時候 我們再來吵一次可不可以 可以 這個就是什麼 政黨立法院的黨團的話 他們的審查通常會比較屬於這種性質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說委員個人 那委員個人的話 你可以就你個人關心的議題 來進行各種的意見 比如說像我個人來講 我背景我是教育出身的 我會不會多問一些 跟教育有關的問題 可能我就會多問一些 跟教育的這些預算 你變得合不合理對不對 尤其像今年十二年國教 開議以後 我要不要多找這方面的問題來發揮一下 一定是這樣 那接著再來看說 那審查查核的話 那怎麼查 查核的話 大概查核的原則 有這幾個 第一個當然你預算審查 第一個你一定要查什麼 合法性嘛 你就查看它編的預算 這個行政單位所編的預算 是不是跟法規是不是相符啊 這個如果說跟法規不符的話 那當然你就可以要求它修訂或退回嘛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它的合法性再接著就是什麼 合理性啊 合理性就比如說什麼 它跟這個什麼 施政計畫是不是相一致 比如說行政院長講它的施政計畫說 我們今年我們要什麼 要擴大照顧什麼 照顧弱勢 弱勢族群 那你就看你預算 有沒有增加社會福利支出 你政府說我要提振什麼 中小企業 那你政府的預算有沒有編列 跟中小企業有關的預算 這個我們可以這樣來看 那進行什麼 或者是說你給它進行這些 分析性的複合程序 什麼是分析性的複合程序 因為我們會計上來講 某些科目跟某些科目 之間一定有必然的關係啊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分析說 比如說他跟我講說 他今年都沒有負債 但是我可能我發覺 你跟我講你說都沒有負債 但是我看你都有利息支出 那你利息支出付給誰 對不對 你既然有利息支出 那你說你沒有負債 那可能就有問題 除非你說到年底 你所有負債還掉 對不對 那還有說 比如說他有一些資產突然不見了 那我們知道說資產不見的話 除非你剛好是按照帳面價值來處理 要不然來講 一定有沒有可能出售資產的損益 那些資產損益 有沒有跑到個人地方去 像這種的話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種會計上的這種特性 去把它查核 第三個是說 有關分析性的程序 你跟我們有些支出 每一年來講 應該都有它的相關性 你可以看歷年比較是不是合理 那第四個就是結構比例 百分比來判斷 通常我們有些支出 會佔我們的某些項目 有一定的比例關係 可以這樣子來看 那政治性來講 除了合法性合理性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政治性考量 政治性考量一個是輿情的環運 像今年來講 十二年國教 這個暑假才弄到這個很多意見的話 那我們在教育部來講 我們會不會對它的這個交易預算 我們會不會多關心一點 移情環運 那再來什麼 政黨的主張 你某一個黨總是有你基本的主張 所以你一定有一些你基本要的 那再來的話 地方的需求考量 尤其是一些區域的立委 如果說我是區域選出來的立委 要不要幫我的地方 多爭取一些預算 或者是多表達一些意見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我下次怎麼選 對不對 所以第三個大概就是政治性的 那第四個就是委員個人的需求 有的委員是 它的背景是可能是醫療的 有的是教育的 有的是什麼 那看你個人的需求來那個 那處理的階段 我們我們知道說 預算其實基本是一個預算案 也是一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 我們知道說立法院的案子的案件的處理 一定要經過三讀會 那通常在一讀會的時候 我們預算的話 應該要提出足夠的預算案 來突顯這個本黨委員的努力 跟擴大它的意見 因為怎麼樣 因為你委員如果說你都不提案的 預算你都不提案的話 誰會很高興 行政黨會會很高興 但問題是說 人家會覺得說 那你這個立法院到底有沒有在做功課 所以一定也要提提案 而且要提的是量也不能太少 但是也不可以太過於浮爛 因為以前有一個立委提一提預算案提上千個案子 那被操作成跟行政單位來談判的這些行為 其實這個都很不好 這個以前我還在當校長的時候 那個立法委員 我就不講他叫什麼名字 他每一個學校他都給他 他就發個通知說你們學校怎麼怎麼 這個預算要刪除 每個校長如果接到這樣通知會不會緊張 會啊會緊張 即使沒有親自去 最少要找會計主任或總務長去請教一下 那去跟他見面 他其實目的就要幫你找 那見面的話 這個委員他都很客氣 他說他會怎麼樣 他就會講說某某校長 你真的是辦學很好啊 你很辛苦怎麼樣 但是他接著就幫你罵一罵教育部 但是教育部對你們學校太不好了 你們什麼經費都給你們太少了 那你聽了會覺得這個委員還不錯啊 那接著呢 他說這樣子 我來幫你們爭取 教育部有一筆議書幫你爭取 他說你都 他連計畫他都說我都幫你 他都幫你寫 然後他也去幫你去教育部去要錢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委員好棒喔 好好喔 那錢就下來了 然後呢 比如說他幫你爭取一個什麼電燈 要換LED 比如說一千萬 這個你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他就教育部就撥給你一千萬 那接著錢下來以後 他指定他要的廠商啊 那指定他要的廠商的話 那有時候我們就會覺得說 那這個廠商 這個一千萬的東西 如果說人家別人做到超兩百萬就做好 他一千萬這樣 那變成怎麼樣 那你想想看 這樣學校校長就變成什麼 校長本來還很高一些 還很感謝他 但是你真的想 他就利用學校來變成是他的洗錢中心啊 有沒有這樣 你說像是有這樣的立法委員啊 所以說要注意就是說 這個立法委員對預算案 一定也要提相當的案子 但是也要注意啊 不能夠太過糊爛 太過糊爛的話 會出問題啊 那如果一讀會完了以後到二讀會的話 通常都透過政黨協商 大部分的預算案在那裡的時候 大家該說明該解釋的都說好 應該都可以獲得解決啦 那接著的話 就到三讀會啊 三讀會就是說你預算案最後的一個定案的階段啊 那我們知道說 預算的定案來講 當然除了通過以外 那當然是接到行政單位是最高興 但是我們立法院 要把它大概有幾個處置 一個就是把它刪除啊 刪除可以說 你是把它全數刪掉 或者是你把它統刪百分之百分之十啊 這個是你把它刪除 是預算審查最後的手段 會影響它的行政的單位 理論上是行政單位最在意的一個結果 我們會直接說行政單位是不是最怕我們把它刪除 但其實未必啊 應該有時候要注意這 行政單位有的時候 你把它刪除的話 他還繞得說什麼 他可以不用做 對不對 人民如果在罵的時候 他就可以說 這是立法院 某某立法院把我們的預算刪掉 所以我這個沒有錢我就不做 有沒有可能這樣 有可能啊 那你如果想說 那這樣子的話 那要不然我就不要把你全刪 我把你刪除一部分 我把你統刪百分之五百分之十 這樣子 他不能賴給委員對不對 但是要注意的話 你把它統刪的話 這個有很多的機關所長的話 你把它統刪百分之十 但是他不是平均去刪給 他可能說 你把我刪百分之十以後 那我回來以後我就開始 哪一個是我自己的我就不刪他的 哪些不是我的人 我就把這個全部灌到他那邊 變成是他來操弄的這些 調整這些好物的這些空間 所以說這個是刪除或統刪 這是一種結果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種結果 就是凍結啊 凍結反而是行政單位 我個人認為說是他們會比較在意的 凍結就是說行政單位比較害怕的 就是說我沒有把你刪除掉 但是我要怎麼樣子 要你來報告或你做的什麼事情 以後我再解凍 這筆錢再讓你用 那你要知道說 你如果把它凍結的話 讓他來報告 這一拖可能三個月或半年就過了 但是他的工作他還要做 會壓縮到他的什麼 他的執行期間 所以說凍結來講 也是我們在立法委員在處理的時候 會壓縮到會比較有殺傷力的 很多的單位 他們反而會比較怕的是 你把他的預算凍結 那最後的話 這個還有結議的話有三個 是本來值得我們來思考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理性預算是天荒夜談 我們大部分的人來講 都認為說這個預算看到立法委員 吵吵鬧鬧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理性預算 但是其實這有人在看 理性預算來講 這個是不是一個天荒夜談 第二個是見證預算的迷思 因為我們知道說 預算來講其實每一年度 重複的部分也很高 所以有的人主張說 那我們預算審查 我們是不是就不要每一年 都從頭到尾在審查 我們就知道說 就每一年有變動的部分來審查 但是這個在很多理論上 有認為說這個也不可行 因為現在來講 你如果說只有增加部分 那以後那些例行性的 很多單位就會把它消化預算 所以現在美國還有一種 靈機預算的觀念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說 有字天書難把關 這個預算來講 絕對是一個有字天書 我們知道說 我們看小說 通常小說的情節就是說 一個很忠厚老實的年輕人 然後他背受欺負 然後他突然掉到山谷裡面 然後找到一本無字天書 那突然功利大政 然後後來出來就行俠仗義 這是小說的狀況實際上這樣 那無字天書的話要給誰 要給有言人才看到 一般人看不懂 那預算書的話 我是把它稱為 它是有字天書 預算書絕對都是數字都很清楚 但問題是它是有字天書的話 一般人來講還是看不懂 所以以上這三個問題 當然只是把問題 因為我本來也沒有預期到說 這個可以講 但是留下來給大家可以做一個思考 這個是以後再去想 有關這個預算來講 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這些 做一個結以來 做這樣子的一個說明 那這個 因為距離下課只有剩下兩分鐘 那我個人是有一個經驗 以前當老師的時候 以前當學生的時候 我都說實在 上課如果遲到的話 真的有時候還會有壓力 會怕老師不高興 後來等我當老師了以後 我發覺說 這個當老師如果上課遲到的 我真的我都不用擔心 學生會不高興 為什麼 學生都說 老師你不要急 老師你慢慢來 老師他們只差沒有說 老師你最好不要來 然後 那就是上課時間是這樣 那下課時間的話 一開始 也很認真就是說 下課也都 有些話如果沒有講完 都還真的捨不得下課一直講 但是我會發覺說 這個下課時間沒有下課 我會發覺說奇怪 為什麼學生都會坐立籃籃那種感覺 一開始還很不能試 但後來我想清楚 我說對不是 不是他們坐立籃籃籃 有些人要去打工 有些人要去補習 你如果老師在講 你沒有準時下課的話 會影響到人家下一個行程 所以就比較釋懷 所以我後來我有一個經驗 就是說 這個上課沒有準時的話 不用很擔心 但是下課的話 一定要準時下課 這個才是一個該做的事情 那最後的話 我個人也是 這個有時候想 因為這門課 我們在這裡也上了很多次 我自己一直都覺得說 也很佩服我自己 這個預算這個是這麼滑味 這麼無聊的課 那我可以想要用兩個 這個用兩個小時的時間 要來跟大家介紹 真的是覺得說 很佩服自己的勇氣 那當然我也更佩服各位 能夠在這兩個小時裡面 學會從這裡面 學到一些東西這樣子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總是說我們互相佩服 那這個把它當成一個嘗試 因為這些東西的話 這些都是跟公共事務有關 這個可能 我後來不是在想想說 其實我們不要把它當成說 我們一定要靠著 但是這個是我們現代公民 我們必須具備的一個嘗試 就像以前學開車的人 就是說你想要職業當司機 你才會學開車 現在來講你去學開車 你有沒有說你是要職業要當司機 沒有 你可能你學會開車只是說 你作為一個現代生活裡面 你會開車會有很方便 你不會開車就很麻煩這樣子而已 並不是說你學會開車 你就要當司機 同樣的國家的預算 我們不見得每一個我們都要參與 但是我們如果能夠說 有一些觀念的話 最少以後我們在生活上 報章雜誌或媒體上 這跟我們有關的時候 最少我們可以看得懂 或者是多一點思考這樣 好 那這個下課時間已經到了 再次的謝謝大家 謝謝